OK 那我們進入第二個城市 這個葉馬已經跟各位的不一樣 那各位就自己找一下 它是要做 它原本是不是叫這個名字 我也忘記了 反正它是做兩個整數相加的城市 那這個城市有這麼一點重要 這個城市有這麼一點重要 它真的是有這麼一點重要 那這個城市在做的東西 它就是做兩個整數相加 如果各位有講義的話 你看一下 我這邊的紅色字不是我替它描述了 是課程說明 就是講義上面原本就有導 它這個城市在做什麼 它使用標準橫式庫的ScanF 讓城市讀入兩個整數 讓計算兩個整數的核 在於PrintF將結果印出來 那為什麼它斷句成這樣 這個是有一點緣故的 我們最後再講 這是城市在做的事情 這邊先跳過 好 那首先 那個RMT main void 我這個應該不需要講 前面include跟Studio H 應該是不需要講 應該OK 標頭檔 那個左韓式 那個回稱值 以及韓式的形式 這個應該都不需要講 OK 那在這邊 有一個蠻重要 這個是非常經典的題目之一 首先在最前面三行 就是八九十這三行 它首先告訴各位 這個叫做定義 它的課本上是寫定義 那就傳統的說法 可能叫做宣告的區域 傳統的說法 可能叫宣告區域 因為這邊還有學長 就是Fortune 當初也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就是所有宣告這樣子 那什麼叫宣告 就是告訴程式 告訴程式 我今天要使用這個東西 我今天要使用這個東西 這個非常重要 告訴程式 我的程式裡面會包含這些東西 我需要這樣的空間 讓我做使用 那INT是它的型別 為整數 Integer 還是什麼東西之類的 這個 後面這邊有 這個就是整數的英文 整數的英文 叫做Integer OK 那這是它的變數名稱 這個是變數名稱 前面是行別宣告 行別宣告為整數 變數名稱 自己令 它叫做什麼 它有一點點規則 但是那個規則不強 這個變數宣告 變數宣告 是後面這個 比較沒有出題的字 前面這個出題的字 是它的行別宣告 行別宣告 邪禁後面都不閱讀 所以我就不用念了 它只是告訴你一些說明 這是第一個 變數怎樣之類的 OK 因為那個是 就跟程式碼無關 所以 程式本身就只有這樣子 OK 那我們繼續 那 我有錄螢幕嗎 好像 有有有 還好 那這三行 它這個宣告的方式 就是它現在用了八九十三行 去做宣告 叫做INT INT INT 這樣子 那這三行可以 合併成一行 叫做什麼 叫做INT 三個都寫在後面 透過斗點 來做分割 OK 這樣會不會太快 原本三行的狀況 可以寫成一行 因為INT後面的關係 可以透過斗點 來令第二個變數 第三個變數 第四個變數 第四個變數 第五個變數 第六個變數 之類的 那最後不要忘記要打分號 代表這個敘述結束 這個分號 滿重要的 我猜各位 如果正常狀況下 分號的 Compiler錯誤 至少會出現200次吧 我認真的 因為你現在打字 會不會忘記句點 如果各位打Word 會不會忘記句點 這是很正常的 尤其你打 不要說我的 你打FB會不會 打句點 十有八點是不會 對吧 甚至連逗點都沒有了 所以說你忘記 標點符號的機率 這相對來說 是非常高的 這樣應該各位可以接受 光那個分號錯誤 可能就要錯200次吧 OK 這是正常的現象 我現在寫 有時候我也忘記了 但是對我來說 那個變數錯誤 回去找大概是10秒的事情 我就全部找完 OK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 要找多久 所以千萬記得 那個分號 要把它打上去 好 上行可以寫成一行 那 前面八九十就過了 他們的功能 就是做形態的宣告 那這邊printf 各位應該不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它的印出 那印出的內容是什麼 在分號裡面 它最後面透過斜線N 來做一個跳脫的 跳脫一行的狀況 那分號裡面寫了什麼 enter first integer 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 它會執行嗎 會執行 它執行的結果是什麼 輸出在螢幕上 所以你程式一執行 剛剛程式一執行 出現什麼 Welcome to C 如果各位寫出來的話 如果沒有寫出來 就當我沒講 但你程式執行的狀況 一執行 剛剛的程式 直接就出現 Welcome to C 那這個程式 一執行會出現什麼 enter first integer 做什麼 做什麼 這很重要 我程式做出這一句 要做什麼 奇怪我這個程式不是叫做 兩個整數相加嗎 對吧 那我這一句出來要做什麼 做提示 這個上一堂課有講過 提示語 提示語 這行字沒有什麼顯著的意義 對整個程式來說 沒有什麼顯著的意義 但是它在做什麼 讓使用者能夠知道 你的程式現在要做什麼 所以它是提示的功能 這樣有動的意思 提示語會不會重要 這個也是做要求之一 沒有提示語 同樣會扣一些分數 為什麼 各位可以想像一個狀況 今天你的程式拿出去 要給別人寫 要別人使用 沒有提示語 欸 程式執行 全部都空白的 各位可以先看 沒有提示語的程式 全部都空白 執行下去 我到底要做什麼 我連要輸什麼都不知道 對吧 所以基本上 各位都要把自己 當作一個程式開發者 去撰寫這個程式 所以你需要comment 需要縮排 以利 閱讀 那也需要 在程式執行中 輸出提示語 這樣應該明確 這樣應該明確 但是話要說回來 如果今天你是課堂的練習 你需不需要寫提示語 這個程式你本身就是作者 你需不需要寫提示語 八成是不用 除非你連你自己寫什麼都不知道 你還要提示自己 那我很好奇 到底你能夠提示什麼 所以畫得出來 我曾經看過 就是一個課堂練習 大概非常前面 前三堂 這個也是經驗 你們有學長姐 光為了提示語 就糾結了十分鐘 我真是傻眼 大家對你程式一點幫助 有沒有 你何必糾結這個東西 你可以說提示語 封號裡面直接打1 好 我就知道 我現在要做第一步驟 如果你真的需要做斷句的話 你可以隨便數數一個1 之類的 就可以了 這個是給你自己看的 應該沒關係吧 又懂我意思 但如果今天這個程式 是要教作業的 你提示語寫1 我一定算有錯 這樣有明確 有明確 應該懂這個提示語在做什麼 好 所以它不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但是 相對來說它也有點重要性 這樣講好像有點奇怪 不過大家應該懂我的意思 好 那對ScanF這個標準韓式庫裡面的韓式來說 它在做什麼 它讓使用者 從螢幕輸出標準輸入的狀況下 讀入這個數字 讀入這個數字 那PrintF有沒有引號 有 PrintF引號裡面寫什麼 是剛剛的文字 那在ScanF裡面 必有兩格 那個逗點 各位一定要看得非常仔細 必有兩格 什麼叫兩格 兩個引述 如果各位不知道引述的話 大家不要忘記 在Excel我們就已經遇過它了 引述的概念 我們在Excel就已經遇過它了 你的比方說上裡面要 前面要寫什麼東西 那個都是固定的嘛 大家應該懂那個引述的意思 應該可以吧 就是比方說那個 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那個Excel的EVE 你就寫到有點惱火 為什麼 因為它的括號裡面 什麼格式都要填對嘛 這樣子有清楚 所以那個格式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程式來說 格式錯就是錯 所以兩格 一個要填什麼 一個要填它的型別 前面那一格 在兩個封號裡面 忘記它叫封號 封號裡面 要填它的型別 要填它的型別 %D是它的型別 所以它是格式礦字 也是它的型別說明 %D的 型別是整數 所以會不會有其它型別 是會的 是會的 那作業 今天回家作業好像是 看一下是 就是 課堂作業吧 好像上傳 如果各位 現在不想聽 想要做了 我也是沒有意見 但是說不定就錯過什麼 這樣子 我印象中 對 它有型別的要求 所以 這個就在這邊 做控制 型別的要求 %D 是整數 那會不會有其它型別 是有的 是 比方說 小數可能叫做%F 然後背景度 這個如果各位 第一次聽到它叫做 忘記了 忘記了 那個再查就好了 那現在沒有看到 就是它會有其它的型別 那後面這一格 後面這格 它叫做 位置 位置 這個是它的儲存位置 那你會注意到 Integer1是變數名稱 Integer1是變數名稱 這一定要看清楚 Integer1是變數名稱 你在前面告訴這個程式 我需要三個變數 所以我這個變數 我把我讀到的數字 我把我讀到的數字 %D 讀到的整數 放在這一個位置中 放在這一個位置中 OK 所以 前面這一個 這個叫做End 這個是End 我和你叫做 這個符號 忘記它的英文叫什麼 反正這個是End 所以 位置運算值 它叫做位置運算值 位置運算值 加變數名稱 代表儲存 記憶體的 儲存 變數儲存的記憶體位置 那記憶體位置 各位如果第一次聽到 之後會有一點影響 現在各位先記 這個寫法就好了 前面是 形別後面是 位置 形別跟位置 位置 那位置包含 那個 位置運算值 以及變數名稱 這樣子的話 這一句做到 會發生一件事情 是什麼 你會把你輸入的 那個整數 存在誰身上 存在變數名稱身上 存在Integer1身上 這個蠻重要的 一定要記得 這一句話 後面都不看 假設我提示與輸出 那這個ScanF ScanF的執行 我跟各位描述一下 它會在那邊閃 它會讓你輸入 它會等待你輸入整數為止 那很有可能要輸入足量的數字 假設你今天 比方說你有一百個ScanF 你可能就要輸完一百個數字 它才會在執行之後的程式 這個一定要切記 你如果沒有輸入足量的數字 滿足它的要求 十六八九它就不會繼續執行 這個有一點小重要 那可不可以透過其他方式跳脫 是可以的 這個不在這邊的討論範圍 之後再說 好 所以到這邊 需要兩個引述 讓使用者盡情標準輸入 這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我輸入之後 假設我現在就迅速過十二 十三 十三我就輸入一個整數 那十四 當然空白 十五 我又提示另外一個 請輸入第二個整數 請輸入第二個整數 OK 那第二個整數 它會在那邊等你 它會有標在那邊跳跳跳跳 那你輸入之後 比如說你打一打二都可以 反正你或者打十二之類 就enter 它就會進下一行 但是程式的速度很快 你看不出來 它有思考時間 所以 第二個讀路我就迅速不用讀 就不用再跟各位細講 那我們就看第十八行 十八行 它這邊寫的什麼 sum等於integer1跟integer2的和 這一句話 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它有一點重要 後面的數字當然沒問題 integer1加integer2 代表兩個整數和 這應該不是問題 這個是運算 這是程式的運算 這不是問題 但前面有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它會跟你整個學期 叫做等於 你會很驚訝說等於到底有什麼差別 等於會有什麼差別 我請教一下各位 假設我今天1加2等於3 這句話你會怎麼寫 數學字 我不是都念完了嗎 就是1加2等於3 對吧 但如果今天以電腦程式的理解上 這個是有一點差別的 等於必定要寫在這個位置 你就只能寫3等於1加2 沒有關係 我上次所評論跟我講 3等於1加2 為什麼 假設我們數學生 是不是1加2等於問號 這是題目的狀況下 你當然就算1加2等於3 但是在程式上 問號要在前面 這非常重要 問號是你的結果 結果一定要在前面 結果等於後面一串的核都沒有關係 但是結果 這個問號一定要在前面 問號等於後面結果 所以這個等於不是真的等於 這個等於不是真的等於 這有點重要 那它實際上是什麼 它叫做指定運算值 把後面運算的結果指定到這個變數名稱上 所以這句話實際上的翻譯應該是什麼 我把int1跟int2的核指定到 sum這個變數名稱中 這個翻譯非常重要 這個翻譯真的是非常經典 好 這樣應該要懂 所以上 現在就儲存了後面兩個變數的核 OK 這樣子有清楚這個程式 所以 最後再把這個程式輸出了 那這個輸出也有一點小重要 這個輸出跟剛剛的輸出又有點不同 有點不同 前面都是提示語的輸出法 我只需要這樣寫 那你會看到這個printf裡面 也有兩個引述 前面這個引述寫什麼 就是剛剛傳統的那兩點 傳統的那兩點 裡面包含文字 sum is 然後跟跳脫序列寫n 但是這裡有一個%d 你一定覺得 瘋了 這是什麼 這樣子 這個%d會不會輸出 不會 不會 這%d對應什麼 對應後面的sum 對應後面的sum sum是一個整數 它是剛剛integer1跟integer2的核 比方說你integer1輸1 integer2輸2 所以現在sum應該是多少 3 所以程式到這一個瞬間 它會輸出%d嗎 不會 不好意思 不會輸出%d 它會輸出誰 它會輸出 倒靠後面的引述 所以它是sum 這個是程式固定的格式 我也沒有辦法跟各位解釋 為什麼 它就是這樣寫 這個真的是 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 那這句話 又等於什麼 這句話又等於什麼 它等同於 p.f 然後sum 是%d 這個 %d後面這邊 我一定要寫上嗎 不一定 我可以寫 integer2跟integer1 兩個相加 這一段會不會運算 會 這個沒有固定說 我一定要寫sum 寫sum之前 寫這兩個也可以 直接寫這兩個也可以 可以 那 有什麼差別 這個各位現在大概看不出來 實際上它在用法上是有一點差異的 有一點差異 可以跟各位描述一個情境 這個是情境體 假設我今天有100個integer要加好了 假設我真的寫了1 1到integer100 那當然你用複製可以啦 但是你會不會有一天 我今天要輸出哪一個數字 我忘記了 但是我只知道它是其他幾個數字的和 這樣子你透過另一個讓自己非常方便使用的變數 像上就很明顯是總和嘛 對吧 總和 我輸出的就是總和 像我常常在寫 我都寫answer 因為我就是要教這一個 所以我前面做了半天 我全部都變成answer 這一個變數 我最後就輸出answer 這樣有懂的意思 我都不用再記說 我這個答案是前面5個數字的和 6個數字的和 7個數字的和 8個數字的和都不用 我就輸出誰 answer 這樣有懂這個情境 所以 變數請盡量令給自己方便 我常常看有人作業寫 三個變數寫 ABC 很正常 X1 Y1 Z1 XYZ 之類的都很正常 這個也不是錯 但是 你自己承認是作者 當然沒問題 但是 如果你要方便使用 請變數也另一個有技巧一點 讓自己 能夠回想起來 就是方便使用 那對短的程式 我相信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這個情境 就跟各位描述完 那它程式執行的過程跟結果 就如下面這個灰色的框格所示 所以 請進入這個程式的情境 程式執行出現什麼 enter first integer ok 然後它會在那邊等待你輸入 那這邊它輸入了45 45 enter 程式馬上跳出下一個 enter second integer 然後你再輸入72 再按enter 馬上就跳出來 上面是117 這樣有懂這個程式在執行的過程 好 這個程式在執行的過程 有清楚 好 這個又回來 為什麼 這個是做題的技巧 這個是題目的要求 今天假設我程式馬都不給你 我題目就這樣給你寫 當然使用標準函數個scanf 然後讓程式讀兩個整數在於 怎麼計算整數和最後輸出結果 之類的這樣的狀況下 你寫不寫得出左邊的程式馬 是各位必然會面對的問題 必然會面對的問題 所以如果各位已經偷開作業了 你就懂 我這樣看完 你到底寫不寫出來 它是什麼樣的東西 是各位必然會面對的問題 那它有個小技巧是什麼 所有的題目要求 都應該變成對應的程式馬 這個既然這是 有史以來第一次說 我在教技巧的時候 全門都在 為什麼因為是政客 當然有的好像不在也沒關係 不然我平常都在客服講 我都會在客服講 所以這個技巧的部分 因為上課的時間 都講理論比較多 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跟各位分享 題目的所有要求 都變為對應的程式馬 所以我這邊 右邊打了 其實我已經偷把它 對應的程式馬 打好了 就是都放好了 使用標準環式庫的ScanF 讓程式讀兩個整數 上面跟下面 然後計算兩整數的核在這裡 然後再以PrintGF 將結果印出來 這樣有清楚 它對應的程式馬 我都已經偷偷對應在上面 這個是程式寫作的小小技巧 OK 那後面有一些說明的部分 這個算有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不見得各位學C而已 對程式語言學完 你不要以為你只會一個程式語言 這個 當然是有可能 你可能一輩子就會這樣一個程式語言 它就幫你訓練一些邏輯 當然合理啦 那很有可能 你之後想要學其他的程式語言 像是什麼 像是 手機啦 手機APP是不是程式語言寫出來的 是 是 有人點頭 這蠻有Sense 手機APP是不是程式語言寫出來 是 所以今天 為什麼要學C喔 C的使用上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你說 iOS系統跟C有沒有關係 是有的 你如果要去外面進修 你要學Swift 的話 它一定會要求你 當然它可能要多賺一些錢 它的程式語言基礎是誰 C跟C++ 這樣就懂 所以今天 如果各位對這個 Apple寫作有興趣 我們也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這個 你說今天我畢業之後都找不到工作 寫這個可不可以賺錢 可以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業界一屆5萬 你如果寫得很快 你可以借好幾件 你就懂可以賺多少 OK 所以說學程式語言有沒有用 我可以跟各位講 是非常有用 今天如果各位找不到職業的話 這個是一個出路 OK 所以請各位盡量學好 當然你可能一輩子只學一個C 也有可能你今天論文要寫另外一個程式 比方說Mate 比方說Python 比方說其他語言 它會不會都跟C程式語言有關 我跟各位講 電腦是電腦的開發是全世界統一的 程式語言固然有所差異 但是邏輯是相同的 我今天你可以把這個視為一個工具 像是什麼 Print F是不是一個工具 有可能 比方說它在Fortune裡面可能叫做Write 幾乎是相同的功能 比方說Scan F是不是一個工具 它做讀取的韓式庫 那在Fortune裡面可能叫另外一個名字 在Python裡面叫另外一個名字 所以你學一個語言程式語言 你可以迅速讓各位能夠學習其他程式語言 這個才是這門課真正要訓練各位的目的 就是雖然只教了一個C 但是你連接其他的會比較快 OK 所以這個也是就是接剛剛的話 就是在其他語言裡面 是不是有可能有其他不同的 有 變數名稱的定上面 每一個程式語言有它的規則 那在C裡面它就告訴各位 說識別字是由字母、數字跟底線 組成的一連串字元 第一個字元不能是數字 那它的長度沒有限制 但是大概讀三十一個字元 這是它的規則 通常我們不太會遇到這個規則 因為你變數不會很有興趣 所以我們要去打三十二個字吧 通常我們都打兩個字就覺得累了 應該三個字合理 四個字差不多 然後另一個英文單字 原本也只十幾個吧 不然除非各位要讀非常特別的英文 不然應該是不會超過 那後面有一個有點重要 它會區分大小寫 它這個英文叫做 可以Sensitive 那我今天從老師之後會教MEDA 然後應該說Fortune的大小寫是相同的 但是C的大小寫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Ks非常重要 小寫的A1跟大寫的A1是不同的識別字 好這個有點重要 值得各位 呃 再看它十秒 我順便 偷喝個水 不好意思因為上課 我的聲音 嗯 滿燒的齁 所以我還是 偷喝一下水 好 那語法錯誤這邊就是 這個 呃 看看就好 就是它 呃 在於括號之間的任何敘述式之間之類的 這個 各位迅速閱讀 因為這個 呃 前面有提過 那這個 只能各位從錯誤中學習 造成它的錯誤 OK 那這個跟各位講的有點不同 它原本叫做運算 運算值跟什麼 忘記了 但這邊 呃 因為前面的部分已經講完 我這邊就把這一頁 轉換為 運算元跟運算值的 差別 剛才有講過 運算元跟運算值在中間 各位如果忘記了 這邊再跟各位複習一下 運算值 像是 等於和加號 叫做 二元運算值 為什麼 因為它連結了兩個 運算元 運算元是什麼 運算元是純數 像是 一二三之類叫純數 或是方程式 fx0多少 這個叫做 運算元 那等於這個東西 連結了兩個運算元 它叫做二元運算值 所以等加 減乘除 percent 這個東西都叫做 運算值 那純數 這個叫運算元 如果老師問 你答不出來 蠻尷尬的哈 這個 包含考試都蠻有機會考的 運算值跟運算元 這個都蠻有機會考的 跟各位提醒 那 請問各位 有沒有 一元運算值 是什麼 各位已經看過了 如果你有印象 雖然我沒有講 各位可以思考十秒 這值得各位思考十秒 有沒有一元運算值 這個 and 是一元運算值 為什麼 它只連接 一個變數 它是一元運算值 有沒有三元運算值 有 但各位還沒看到 C裡面有唯一一個三元運算值 它小複雜 但是現在還沒有出現 我就不用跟各位多提 好 那後面這個 記憶體的觀念 後面這邊 有一段是蠻 呃 電腦的 電腦內部運作的概念 它有沒有重要 有一點重要 但 程式寫作上 可能沒有很重要 但我不是說它不會考 我沒有講這件事 就是 呃 它對你程式寫作 有一點幫助 但是它對電腦的運行 是更有幫助的 這樣應該動的意思 好 那 呃 所有變數都有它的 行別跟數值 行別跟數值 所以它會有它的 對應到電腦 會有它的 記憶體位置 所以到 在 ScanF的 這個敘述中 各位看一下 它的 數值 會被記錄在 位置上 什麼叫做位置 它等於創造一個空間 Integer這個變數 在你 前面宣告的時候 它就創造出了這個空間 一定要記得 這個大概後面會有一點影響 它出現實際是有差別的 在你宣告它的同時 這個空間就已經存在 這個宣告它的同時 這個空間就存在 但是裡面有沒有數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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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輸出它會不會有數字 有 有 這個是差別的 所以 準確的說法是 在你創造它的同時 這個空間就存在 裡面有沒有數字 有 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多少 電腦會 隨機 或是它有個規律 我不知道 給它一個數字 這件事為什麼重要 因為這件事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當你今天做一個答案輸出 你輸出100次都錯耶 是為什麼 很有可能 在你程式過程之中 它沒有得到任何一個數字 所以你輸出100次都是同一個錯誤 你都改不掉 這也是程式寫作一個技巧 當你發現你的答案有這個狀況的時候 請你依次回去檢查 創造出來的過程 什麼意思 正因為這個也是技巧蠻重要的 當你輸出上 它是一個亂數 比方說 通常二開頭 二一 蠻長的 或是負的 負的多少 很長 輸出上 遇到這個狀況 而且你無論如何都排除不掉的時候 你程式變異也沒錯 程式變異沒錯 結果會不會保證對 沒有 這個各位不要太天真 沒有 程式變異正確 可以執行 答案有沒有保證對 沒有 千萬記得 答案的對不對 是跟你邏輯有關 語法對不對 是跟程式有關 這樣應該了解我一次 所以你輸出千方百計都排除不掉 Sum為什麼錯 的同時 請你回去Sum檢查 Sum是由誰組成的 所以這個Case來說非常明確 就是Integer 1跟Integer 2 所以你回去輸出Integer 1跟Integer 2 檢查它其中是不是哪一個錯 那Integer 1跟Integer 2 是由哪裡來的 意思回去排除 這樣應該懂的意思 如果各位還沒有 第一堂課就講這個 如果太過艱深的話 各位就先放在腦海裡面 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創造它的同時 就有一個數值 數值 然後可以儲存它的狀況 所以回到這個敘述式執行的時候 你輸入72 它就放到那個位置裡面 放到那個位置裡面 45就放到那個位置裡面 好 OK 那在讀取的時候 OK讀取完 將加它就放到那個位置 這樣應該了解 OK 那它的算數運算上面 算數運算上面 它有加減 存儲還有一個魔術處法 叫做Percent Percent的魔術處法 如果 各位第一次聽到魔術的話 我跟各位描述一下它的 中文意思 比方說 RPercent S是什麼意思 是R除以S的餘數 R除以S的餘數 這叫做魔術處法 再講一遍 RPercent S是什麼意思 是R除以S的餘數 所以3Percent 2 答案是多少 我看有人比1 很好 這樣應該相信 各位應該是了解 如果不了解我可以再講一遍 魔術處法有一點重要 有一點重要 算是中等程度的重要 它真的是有一點重要 OK 好 那 處法上又有一點差別 它這邊描述的是一件非常吊詭的情況 整數處法上 正常的處法 3除以2是多少 1.5 1.5 但如果你今天以整數的3 除以整數的2 答案會是多少 如果你回答1.5 就代表你不懂 乘4 以整數的3 除以整數的2 它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1 應該是1 為什麼 在這邊就是描述這個狀況 7除以4 會等於1 為什麼 因為 既然我的行別都為整數 我的結果必為整數 如果你沒有做行別的變更 你兩個整數的運算出來 結果必為整數 不論你是加減成數 你不要說電腦怎麼這麼笨 通常都是使用者笨 沒有電腦在笨 電腦都是依照使用者的要求去做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比中等重要還重要一點 7除以4是1 17除以5是3 17除以5是3 這個一定要記得 那魔術運算 剛才已經有提了 那你會說 那我要怎麼樣讓3除以2是1.5 你要對宣告的行別做變換 我剛才說過 整數除以整數 同樣是整數 兩個整數的運算 如果沒有做其他變更 結果還是整數 所以你宣告的時候 就不應該以整數宣告 這樣有動的意思 所以行別是蠻重要的一件事 行別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這邊先留給各位 這都是剛剛程式的補充 好 那一般來說 都是以橫式形式輸入 這個各位看一下 然後A除以B要寫成 A除以B 這個 沒有兩眼 那它的運算和運算 只會排成 橫行 這應該不是問題 那 有一個技巧是 就是寫 像你寫 國小數學 國中數學 我忘記哪一年 的數學 就是你可能會用括號 來幫你方便 方便閱讀 那括號的時機 會影響它的結果 這個應該都了解 那在程式上面非常相信 非常相像 數學跟程式非常相像 為什麼 因為電腦也有數學家在參與 電腦的編程 有數學家在參與 所以 潮狀這個應該 A加B括號 然後加C到外面括號 這個應該 各位清楚 哪一個會先運算 就跟數學一樣 這應該 不需要我再叫各位數學 才對吧 即使是喬生 應該 這個數學應該是可以吧 我印象中 那個 喬生 好他沒有在看我 好沒關係 那個 我相信應該大家數學都還是OK的 OK 所以他會藉著處理成法 加C成除 的運算方式 就與數學幾乎相同 那 魔術 它跟成法除法 有相同的拳擊 這個也是重要 哪一個會先運算 哪一個會後運算 這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這個部分 因為跟數學非常相近 我就不做多敘述 我就不念它的內容 所以運算值 他們有掛號什麼 START X號 X5號 魔術加減 等於 那 基本上等於都是最後計算 那其他的 你們就看一下 乘處 乘處跟魔術 相同拳擊 它們相同拳擊 它們相同拳擊就是先 那加減的比較後面 那括號又先 這樣子應該清楚 所以這個數學 簡單的運算是 這個就跟數學一樣 我也是不多提 好 那我們迅速就跳過這麼多頁 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我們離下課又更近 好 那下面的是直線方程 這個也是看一下 因為MX就不需要掛號MX先 所以它乘就好了 這個也都是數學裡面 然後這個 魔術運算 這個同樣是數學 可以看一下那個 12356 是它的優先處理的速度 所以 P R%Q 加上 W-X -Y 那個減好像消失了 的狀況下 哪一個會先運算 當然是右到左的順序先 如果魔術跟它們兩個相同全集 它的是以左到右為先 左先 所以P乘上R會先處理 P乘上R之後才做對Q的魔術 對Q的魔術完 後面它有一個除 所以W會先處理X 那之後 因為加跟減的全集相同 所以加會先執行 減在後面 這個數學應該大家都可以吧 我這樣一個應該可以 好 所以 最後才會指定 這個不要忘記 等於是指定的功能 因為它非常重要 所以我還是再跟各位提一下 最後再運算的結果 再指定到變數Z中間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剛剛講過了 好 那這個 呃 括號這個 括號是屬於同層級的 那同層級一樣就是以左為先 以左為先 OK 所以 基本上 這個都相同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當然 你做一些多餘括號 會不會有問題 是不會的 對程式來說 沒有問題 像比方說 包含之前 比方說 各位在 寫Excel的時候 也可能會創造多餘括號 多餘括號的目的是什麼 不是 要讓它做擺公 是讓你好看 這樣 應該要了解 什麼叫做多餘括號 它可以是多餘的想法 就是它可能是多餘的部分 不需要 也有可能是方便各位去做 操作的一個工具 請各位同學善加利用 那這個也一樣 所以我就不多講 好 那這個判斷 這邊隱藏的一個小觀念 它偷偷隱藏在第二章的第六節 判斷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跟各位提醒一下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判斷的這個 嗯 單元是非常重要 好 那這邊描述的是 它之間的 運算值 然後換成C語言裡面 以及它的 條件的關係 那 主要在講什麼 我在等號這邊 剛才有說 C語言裡面的等號 是不是真的等號 不是 它是什麼 指定運算值 對吧 把結果指定到 變數當中 記得 把結果指定到變數中間 所以實際上等號是誰 因為等號已經被用掉 所以等號是誰 兩個等號 我要描述一件關係的時候 是兩個等號 比方說 X等於Y在C語言上面要怎麼寫 X等於Y 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那不等於 X不等於Y X不等於Y的描述是這樣子 X 淨灘號 等於Y 淨灘號等於Y 那這在做什麼 大家應該在寫 上一次的作業課堂 那個流程圖的時候 應該 我忘記題目是什麼了 但是你可能會遇到等不等於的判斷 對吧 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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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等於判斷要透過哪個去寫 是這個 所以這邊偷偷隱藏給各位 那大魚小魚的關係 非常明確 大概等於也在這邊 所以 我就以前面這兩個做描述 後面的各位自己看 那它 偷偷隱藏在這個部分 那它有什麼關係 這邊可以看各位想 這是下一個程式 下一個程式的概念 下一個程式 它的寫法是透過 EVE的敘述式來寫 如果 任何一個EVE的敘述式 條件滿足 裡面的內容會執行 那這邊寫 寫在這邊 我就直接看下面這邊 前面這個應該都不需要多講 標頭檔什麼 主環式 然後變數的 宣告 提示語的列印 讀取資料 都不用講了 我會都講完了 那後面這個EVE 才是 算是這一節新增的東西 它在做什麼 EVE裡面 做兩個變數的判斷 這兩個變數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是等於 如果是等於 則 括號裡面的 區間 這個區塊 會被執行 好 再跟各位翻譯一遍 這是程式語言 常常都是在做翻譯 你在閱讀的過程 都是在做翻譯的工作 我再跟各位翻譯一遍 在17行跟18 19行之間 如果 這兩個變數的關係 是等於 則 裡面的 會被執行 括號裡面的區塊 會被執行 它是什麼內容 不在我的考量範圍 因為我現在講的是 這個寫法 所以它的寫法 有一點重要 if 裡面括號 裡面寫的是什麼 是判斷式 判斷式包含什麼 這個判斷式 x y 的關係 就是 非常基本的判斷式 裡面填的是 它的判斷式 後面寫的是 大括號裡面是寫 敘述式 敘述式是什麼 建議各位是一個 可以執行的 內容 可以執行的內容 你當然可以寫 一些 稅務的 內容 就是 他們不是這樣講 好像太嚴重 你當然可以寫一些 沒什麼效果的內容 那你要做什麼 你寫最判斷的時候 做什麼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比方說你裡面 是 比方說 條件符合我就做 兩數相加 條件符合我就做 兩數相減 這樣是有執行的內容 那這邊有個小技巧 建議各位 建議各位 至少 這個同樣是 之前都只會在 客服講 請 各位至少包含一個 可以 可見的 敘述式來做 就寫在裡面 什麼意思 今天我如果是 如果條件符合 就做相加 這一件事情的話 它有沒有可見的 敘述式 什麼叫可見 Print F叫做可見 或是你會 做任何一件事情 讓你知道 這個EVE裡面 是有執行的 那你現在一定滿頭問號 為什麼 對吧 我相信各位 滿頭問號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今天EVE的判斷 你能不能夠保證裡面 必然執行 或是必然不執行 很難講 為什麼 比方說你是小數 小數我跟各位講 小數的數字 3.61578 跟3.61579 有沒有相同 沒有 你今天 程式的計算 各位學工程應該都能夠了解 出來那個小數點 會不會有差 比方說Pi你只用多少 會不會有差 3.1415956之類的 或是你只是取3.14159 都有可能有差 所以你 兩個數字都乘以Pi 會根據你Pi的係數 令多少 而有差別 所以你假如說我E乘以Pi 跟E乘以Pi 結果會不會相等 不見得 因為你一個Pi是3.14 一個Pi是3.1415926 所以這句話會不會執行 你覺得會對不對 E乘以Pi跟E乘以Pi 好像應該執行 實際上他沒有執行 那你在程式裡面 看不看得出來 你根本就看不出來 你根本就找不到錯誤在哪裡 所以 又回到這個 所以如果你透過一個 可以執行的敘述 比方說 裡面有執行 我就print yes 或是print good之類的 如果有進這個 if判斷式裡面 程式就會告訴你 你有進去 這樣有懂 這也是提示語的 一個用法 這樣有明確 如果你沒有寫這一行 他到底有沒有進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200行的程式 到最後為什麼錯 我200行的程式 到最後為什麼錯 你可能一格E乘 你絕對會進去 沒有進去你就錯了 這樣我懂得一次 這個情境 所以這個小技巧 也跟各位提醒一下 所以這後面 我都不需要講了 就是全部都是一堆判斷 if 兩個變數的關係 是不是不等於 兩個變數的關係 是不是小於 那如果需要上廁所的 就自己去 我這邊先不下課 因為講完就進練習 講完就進練習 那練習就等於下課 練習就等於下課 這樣子 OK 所以 這邊先講完 如果需要廁所的 請自己去 如果你覺得內容很重要 你一定要聽的 你可以跟我講說 我想聽之類的 然後 我就等你廁所回來 OK 這樣要弄我的 裝飾 好 所以 這是它程式的結果 這是它程式的結果 就是一些提示語 你輸入 比方說它輸入的是3跟7 所以比方說它程式輸出 就是3不等於7 那這個為什麼 你就回去自己讀程式碼 它如果 等於的話 它就會執行裡面的內容 它就會輸出什麼東西 這個都是結果 結果可見的 所以它做 這個數值比較 這邊都講過 結合性 這個也都提過 那運算值 結合性左到右 左到右這應該 都沒有問題 除了右 除了最後一個 等於是右到左 為什麼 右邊的運算結果 會指定到左邊的面積處裡面 這邊應該蠻清楚的 好 那這邊也是一些補充 有一些keyword是不能令的 你的變數名稱 有一些是不能令的 這也是規則的一部分 為什麼 因為這些 這些的字 都已經有 在C語言裡面 做回關鍵字的使用 比方說什麼 你今天令了一個變數名稱 叫做int的整數的printf 你覺得會執行嗎 不好意思 它不會執行 為什麼 因為printf已經被使用了 這樣應該要懂得一次 所以它有些關鍵字是不能使用的 這邊也可以列出來 比方說像是auto double int struct之類的 break else long之類 這些都有它的 用處 所以這裡面的 我印象中 喵喵 這裡面224 6 8 24 8 4 32 這邊32個 你大概會學 一半吧 以上 我猜啦 這邊我沒有詳細統 所以這些關鍵字 各位可以對它 先有一點 概念 然後 它版本不同也有它的差別 像是C99有 布林的函數 布偶 然後complex 然後C11有它的什麼關鍵字 現在腦海中有個印象 請你不要令到相同的關鍵字 它會不執行或是出錯 好 那最後這個2.7 也有點小小小小小 蠻小的 這真的是蠻小的 它對printf這邊有做其他的描述 原本我們對printf這邊 welcome to see的寫法 它覺得這邊有點不恰當 有點不恰當 它應該要寫成puts printf應該寫成puts 是另外一個標準函式庫的東西 應該寫成puts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它這邊有做描述 有做描述 因為printf的標準寫法 它應該包含兩個以上的 兩個以上的引述 所以你看它應該要寫成 下面這個狀況 print% 兩個印號裡面是%s %s是行別的宣告 它的行別是文字 文字 文字 字圓字串的宣告 所以printf裡面應該寫成 跟scanf有點像 前面先做行別的說明 它應該是我的字圓字串 後面再寫說它是什麼樣的變數 前面是行別 後面是變數 理論上應該這樣寫 但實際上你這樣寫可不可以 還是可以 這個不在我們挑釁的範圍 那為什麼會有差別 這個是在安全上的關係 它那個如果寫成 如果寫成原本寫法 它可能會被駭客攻擊之類的 那種關係 但對我們的程式寫出來說 沒有關係 這邊就跟各位講 所以這邊只有這麼微弱的一點點 概念留正在你的腦海裡面 你照原本寫就可以了 我們不會抓你printf 還是boost這個差別 不會 所以通常我自己在寫 我也不會寫那個 因為我也不需要做什麼程式設計 所以現在的話 我就以方便為主 這樣要清楚 那後面摘要的部分 後面摘要的部分 就沒有上了 那這邊摘要主要是講的是 前面2.1到2.7裡面所有的東西 我基本上應該都有講 所以各位這個 所謂的摘要就是重點摘要 所以回去你自己複習一下 讓各位方便做複習 那是所有摘要 那我印象中 張老師基本上也是沒有講 通常都沒有講 最後再要重點摘你的部分 所以前面2.1到2.7 我就把第二張上完 OK